陆寒被报私生活复杂 阔少王思聪预言半年内分手27岁中国人气男性陆寒与20岁女性关晓彤前天8日揭露爱情 除了粉丝心碎千亿阔少王思聪也有话说 竟直言陆寒丝生活挺杂乱的和关晓彤半年内必分手 据文娱博主八祖吐屈爆料 人在洛杉矶的王思聪 前天发微信朋友圈 唱帅陆寒爱情 不过王思聪自己也被目睹 在洛杉矶包了一家夜店彻夜狂欢 美人盘绕他身旁 自己也善 出和女子合影 笑致来自明媚的宝鸡 网友孙坦批判陆寒的话应该送给他自己全球粉丝恐慌 SM亲政 少女时代不解散韩国演艺圈 今日投出政治消息 少女时代的秀英 薛璇 Tiffany不与SM文娱续约 换言之简直等同退出少女时代 全球粉丝奔向走狗 网络上一片哀嚎声浪 SM文娱也发出声明 认证少女时代未来将以五名成员的方式走下去 韩梅日刊体育报道 泰岩 校园 森林 余力 润额都现已完结聚约 而SM在声明中说道 少女时代事事 当具有含义的集体 成员们都没有闭幕的志愿 但由于有成员合约现已到期 关于未来少女时代的活动方向 还将与成员们慎重的评论往后再决议 粉丝们感叹 少女时代初到十周年 团员们豪情顺度 很可惜无法一同走下去 但仍尊重秀英 徐璇 泰岩 的挑选 尽管也有粉丝抱持一丝期待 期望他们转投其他公司后 仍能够继续以少女时代身份开展 但秀英 徐璇想当一人 TFFANY有可能 回美国与家人聚会 要继续保持八人集体几率适当低 少女时代 徐璇 润额 少女时代不好 逼走三人 余力每年一同过生日 航团少女时代昨经传三成员 蒂芬妮 秀英 徐璇与生意公司FM文娱 约婉断定出走 虽然FM着重少女时代不会闭幕 但三人脱离后 恐能再看到八人合体 让粉丝伤心不已 此外 出走潮再次引发不好推测 但是八成员本年八月庆祝十周年时 余力曾泄露每年生日都会一同度过 一年至少见八次 秀英也表明因成员入得近 长堂 相约吃饭 好好情不在话下 少女时代本年迎合初到十周年 八月举办十周年流年见面会 其实八人看了粉丝预备的对赞 粉丝名 来说少女时代是 影片 哭成泪人儿 八成员替换上过往打歌服 为粉丝带来惊喜 他们也推出留念专辑 Holiday Night 庆祝十周年 但打歌期甚短 更传出专辑被货量缺乏 引发粉丝不满 以为FM并不注重少女时代的十周 年 没多久后便传出 少女时代接近把解 少女时代发行新专辑后效果 并不如以往报复 但外界认为这并不会不坚定 他们的歌坛位置 据韩媒报道 Tiffany未来可能出国留学 主力放在海外商场 秀英与徐璇改网音 乐举 戏曲与电影方面开展 专攻艺人之路 因为团员们对未来定见有差异 最终只要部分成员挑选剧约 相关人士透露 成员们关于剧约 与否现已哭恼了很长一段时间 至于少女时代是否以五人组合 从头懂身或是脉象闭目 一切都是未知数 少女时代 薛玄